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94集 净魂术虽然不能让人彻底清醒 却可以保证50%的清醒程度 不至于被对方给控制 不过 净魂术使用完了 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一般情况下 会让诗书者连叠五级 听到严冬的解释 张帆微微点头 而严冬又继续说道 这恶鬼生前应该是一命道士 不过死后 他并未继续修炼道气 而是转秀了魂级 不然的话 他是不可能施展这净魂术的 一般情况下 生前为悬门众人 死后没有进入阴曹地府的阴魂 都有修炼本有悬门之气 就像张帆在学校三号女生宿舍楼 所遇的青山阴鬼 毕竟在修炼悬门之气上 他们是有基础的 而那魂器死后五年方才能够产生 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新的能量 远远没有悬门之气所适应的快 严东话音落下 便见到那恶鬼的身体 摇晃得不再是那么剧烈 而是稳定了不少 他那新红的毛子 也是一瞬间投降楚连生 虽然毛子里面还带着一丝恍惚 但是显然 他的精神并未被楚连生控制 就凭你这么点本事 还妄想控制我 哼哼 只听那恶鬼爆喝一声 下一刻便见他的鬼场再次探出来 朝着楚连生的脑袋重重拍去 这次恶鬼隐藏了物理战斗属性 他用的能量乃是自身的魂器 他想让楚连生在这一击之下 魂飞魄散 楚连生也是盗门中人 他自然看出了恶鬼所用的术法 乃是净魂咒 他实在没想到 这恶鬼生前居然是盗门中人 看着恶鬼朝他的方向扑过来 楚连生的脸上瞬间便浮现出了一抹慌乱 一股危急之感也是猛地涌上了心头 就在这时 那恶鬼已然栖身到了楚连生的近前 楚连生只能调动体内那所剩不多的倒气来进行抵挡了 拳掌交集处猛地爆发出了一阵沉闷的声响 楚连生再次倒退树谷 口中也是再次喷出了一口阴红的鲜血 他一个亮枪闲些摔倒在地 在刚刚的一击对撞之下 他体内倒气已是所剩无几了 但是恶鬼却并未就此罢守 而是继续朝着楚连生发动攻击 而这时 伴随着喀叭一声催响 那身材魁梧的和尚 已经把那具血尸的脑袋给拧了下 血尸瘫倒在地 失去了战斗能力 楚连生已是奄奄一息 但是他却并未过来帮助楚连生 而是直接到了镇眼的位置 那个布满鲜血的青石板上 而后拿着手中铁棍狠狠地砸着地面 他砸了几下 便听到青石板下面传出了空响 这下面一定是有地穴的 他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兴奋 而后便看到他砸青石板的力量变得更大了 你个土驢 居然敢毁了我的尸体 你去死吧 之间 那正要向着楚连生发动攻击的恶鬼 魂体微微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 身材魁梧的和尚 双眼里面更是充满了含义 下一刻 便见恶鬼的身体朝着魁梧和尚的方向暴流而去 在魁梧和尚看来 他马上就要获得喜经发髓果了 他越杂越而兴奋 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恶鬼朝他的方向冲来 当他听到身后破空之声的时候 那双阴森的鬼爪距离他的脑袋 已经不足三公分了 他猛地回头 惊骇地看着他瞳孔中不断放大的鬼掌 但是那鬼掌已经拍在了他的头顶 鬼掌力道看似很大 但却并没有沉闷的声响 不过就是见到 鬼掌落在身材魁梧和尚头顶的一瞬 那魁梧和尚蹊跷流血 瞬间便瘫软在地 魁梧和尚体内只有真气 并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 所以被恶鬼一击逼杀 杀死了魁梧和尚 那恶鬼又回过头来 再次投向了楚连生 他吝声道 接下来要死的人就是你了 然后就是他们 恶鬼说着又直指张凡几人 正在恢复实力的张凡 不禁看了眼半空中那阵营的恶鬼 看来在恶鬼的眼里 他们已然是盘中参了 此时 那面色苍白奄奄奄奄奄的楚连生 距离张凡并不远 只有三四米的样子 张凡的眼神 不经意在楚连生的身上和脸上扫过 而后 他不禁轻声地恩了一声 随后 张凡又在楚连生的脸上 仔细大量几眼 楚连生此时状态虚弱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施展遮天树了 所以 张凡从他的脸上 把他的命力一览无余 这时 恶鬼鬼掌上那锋利的指甲 静止朝着楚连生的胸口刺了过来 此时 恶鬼改变了想法 他不再隐藏物理战斗属性 他想杀死楚连生 而不是让楚连生魂飞魄散 因为 他对于楚连生的念试能力 很感兴趣 他想尝试着 吞噬楚连生的阴魂 让他自己 也拥有念试的本事 楚连生此时已经无力反抗了 他面露颓然 闭上了双眼 不错 他就是在等死 但是 在那锋利指尖距离楚连生心脏 不足二十公分的时候 张凡猛地 飞升而起 调动体内真气 一掌狠狠 拍响了恶鬼的龟掌 撞击楚 猛地发出了一声催响 张凡的身体往后倒退两步 而那恶鬼的身体 也是在半空里 猛地打了一个翻转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恢复 张凡已经恢复到了炼击武断的实力 而那恶鬼的物理战斗属性 也差不多在炼击武断 他刚才和楚连生的战斗 也是让他产生了不少的消耗 已经在等死的楚连生 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撞击 他缓缓地睁眼 看到面前的张凡之后 他微微地一愣 继而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差异 楚连生做梦都想不到 张凡会替着挡下 恶鬼向他袭来的致命一击 哪儿来的黄毛小子 恶鬼稳住了身形 看向张凡 怒声说道 本想让你们夺活一会儿 没想到你居然主动送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